欢迎收看范琪的环宇漫游 今天棋匪大放送 我们要来谈谈 波顿新书大爆川普白宫秘新 我们要如何跟烂人相处 大家好我是范琪匪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 最近就忙着重启造势活动 好让更多人感染这COVID-19 你才刚来话那么多 好了我改个说法 这个川普呢 只是要来参加造势的人呢 都要签切结书 万一得了肺炎 不可以告川普 那这样可以了吧 那结果呢 来造势的人数真的少很多 那川贵人已经开始在担心 自己演艺生也要走下坡的时候 我是说川普 正在担心他的总统人士 在走下坡的时候呢 他老搭档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John Bolton 就选在这个时候 出书爆料扯后腿 这内容之辛辣 很多评论家都说 有可能会冲击川普的选情 这就是得罪上司会很想死 但是得罪下属恐怕就生不如死 波顿呢 本来是这个川普站内 做最久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但是在去年9月呢 因为跟川普闹不合而遭到开除 当然他自己说 是他这个主动请辞的啦 但是波顿卸任这半年来 没有闲着哦 6月23号呢 就出版了新书 事发之事 白宫回忆录 那满满592页的 这个穿黑复仇记呀 把他任那一年5个月的白宫秘星 通通抖了出来 把川普呢 就塑造成一个 没人性 没意气 没骨气 这个小人 你是川普 是不是马上要跳出来否认啊 跟这个朱顿当对友真的很痛苦啦 他不是骂波顿乱讲 他是骂波顿你怎么可以说出去 这不就是等于间接承认书里说的是真的吗 而且还施压 不想让他出版 这不是越近越可疑吗 关于波顿的书可信度有多少 稍后我跟凯利会讨论 不过要是哪一天我出书爆料 凯利用屁股夹筷子这个影片 其实是CG 你们真的要相信我 队友尺度很高 这件事也是很麻烦的啦 好了我们不要歪楼 那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一下 这个波顿回忆录中的几个爆点 第一就是台湾在川普的 背弃名单上名列前茅 那第二呢 就是川普曾经请求习近平 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帮助川普连任成功 第三呢就是川普力挺中国 把维吾尔族关进新疆再教育营 第四呢就是川普不知道英国有何无 还以为芬兰属于俄罗斯 其实第四点就不用讨论了 这川国人没知识 早就去尝试 大家笑笑就好了 但前面三项 川普对台 对中态度 以及对人权的态度 还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三观 我们首先来看看 跟台湾最切身的一点 友台派这个波顿 在书中就爆料 那川普听了这个华尔街金融人士 如何靠投资中国致富之后呢 就对台湾感到这个消化不良 那意思就是说呢 没办法理解台湾的重要性了 那甚至还曾经指着 他的麦克比的比例 就说这是台湾 然后再指这个又大又硬的 这个总统这个坚毅桌 说这是中国 也就是说对川普而言 台湾无论尺寸啊地位啊 跟重要性都输中国一大截 而台湾被比喻为麦克比 似乎也令人联想到 等这个墨水用光了 就会被丢掉啊 这让波顿呢很感慨 美国对民主盟友的这个承诺 跟义务不过如此而已 波顿还说 2018年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 就同意谨慎处理台湾的议题 后来还试图要拖延对台的军售 要求波顿要卖就低调卖 不要大声的嚷嚷 那么波顿进一步的警告 川普在利用完叙利亚的库德族之后 就是用过极丢 那把这群战斗伙伴 抛弃了 那大家都在猜测 川普接下来会背叛谁 那台湾呢 在这份抛弃名单中 是名列前茅 那只要川普继续当总统呢 台湾就会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那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了 可是川普上台之后 明明对中国硬得不得了 逢中必骂不是吗 这就来到了第二点 据波顿的描述 川普对中国不但一点都不硬 根本就是软的不得了 波顿说呢 2018跟2019年这个G20峰会 川普在川习会上 就被习近平大灌米汤 牵着鼻子走 那给中国呢 不该给的承诺 甚至亲口就要求 习近平要多多采购 这个美国的农产品 配合中美贸易战 好让这个川普 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中 连任成功 跟平常在镜头上 动不动就痛扁 中国的一样子 真的是差很多啦 G please buy the wheat or I'm dead meat Bolton's book makes Trump sound less like a president and more like a crackhead who's out of cash Come on G Just help me get one more term Just give me one more term and I'll suck 舔哪里 今天没空讲 自己去想象 那最后一点呢 是波顿说 川普根本不在乎人权 波顿加码爆料 川普对人权跟自由议题 毫无反应 比如说这个新疆在要教育营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专门关押 维吾尔族跟穆斯林的集中营 那川普就曾经 全盘接受习近平的片面解释 甚至表示支持 说呢 把他们关起来是正确的 那强调自己根本就不想要插手 新疆或香港的人权问题 所以呢 根据波顿的描述 川普就是对台湾没义气 对新疆没人性 对中国没骨气 对川普这种性格呢 我们就特地在脸书上 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问我们的观众啊 你对这个川普会说这样的话 你意外吗 结果我们放出去24小时呢 共有14000多人参与投票 那高达94%的人 说他们不意外 所以我们的粉丝里面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川普是有可能是这样一个 奸诈狡猾的小夫 在利用完这个大雄 拿来道具之后呢 就是有可能把大雄一脚踢开的 甚至送给胖虎去当沙包 问题是我们的抽屉里面 又没有多了鞋 那很多人就相信啊 台湾是很需要小夫的啊 那跟这样一个公认的烂人 我们要怎么相处呢 所以我就又去问了脸书大神 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技巧 来处理这样一个关系 那我选了几个比较经典的回答 我们来看看 首先呢很多人留言 是像这样的啊 这个公认的烂人 你是在讲中国还是美国啊 这些观众很明显是认为 我们节目得罪人还不够多啊 不过我承认我那个问法 套在中国身份也不行啦 那还有人问我说 我是不是讲WiFi 那第二种留言呢 我把它称作务实派 是有人这样讲啊 他说只好把通讯栏的名字 就改成干爹 或者是说 那就把它当爹当娘 或者是终身伴侣伴 连人都给他吧 这也是个处理的方式啦 那既然打不赢 就干脆白天下海 晚上回家再念经 但也有这种啊 就有完全另外一边的 是完全相反啊 这是道德派 这个像这边的人就会说 没有什么是不能断的 长痛不如短痛 烂的就要切掉 这有骨气啊 但是又有一朋友这样讲啊 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说我现在才在吃土啊 还有一种看法呢 我觉得很有哲理啦 他这样说的 他说呢 一直觉得没他就会死 那就没办法看到更多 比他优秀又有诚信的伙伴 话说呢 如果是合作伙伴 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风险是非常高的啊 那另外还有一位呢 我觉得最聪明 他这样说的 他说 我会先确定 他会不会看到这一篇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觉得川国人 绝对看不到我们的节目 不然呢 我哪来哪来的大声啊 你觉得呢 非常欢迎大家来留言 告诉我你的想法 那今天起匪大放松的关键字是 川普恐迈台 求共邦连任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